调形统计图的特点 调形统计图的特点是能够使人们一眼看出各个数据的大小 一与比较数据之间的差别 能清楚地表示出数量的多少 调形统计图可分为单式调形统计图和副式调形统计图 前者只表示一个项目的数据 后者可以同时表示多个项目的数据 描绘调形图的要素有三个 即组竖 组宽度 组线 绘画条形图时 根据图纸的大小 画出两条互相垂直的线条 作为纵轴和横轴 在横轴上适当分配条形的位置 确定直条的宽度和间隔 在纵轴上确定单位长度 并标出数量的标记和计量单位 再根据数据的大小 画出长短不同的直条 不同数量用不同颜色区分开 织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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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